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美国国务次卿高德斯坦今天就国务卿蒂勒森遭撤换发表评论后也遭解职 他对于蒂勒森遭革职的说法似乎和白宫版本相互抵住 高德斯坦发推文说由于在多项重大国家安全议题上获得明确进展 蒂勒森原本一心想要留任尽管遭到撤换 他很感谢有机会为国效力而且仍然坚信出任公职是出于崇高的使命感 不会感到后悔 主管公共事务与公共外交的高德斯坦告诉法新社 这是一生的荣幸 我很感谢总统和国务卿给我这个机会 我期待休息一段时间 白宫和国务院证实 总统川普在突然决定撤换蒂勒森后 也决定高德斯坦必须下台 高德斯坦下台的原因不详 不过他稍早告诉记者 遭免职完全出乎蒂勒森意料 高德斯坦一定也是不久前才接到通知 因为他原定在川普宣布蒂勒森将离职后 一小时内向记者简报 蒂勒森前往非洲访问多日 今天黎明才反抵华盛顿 几个小时后川普就推文宣布 国务卿职位将由中央情报局局长 蓬佩奥取代 高德斯坦先是推文 然后发表声明宣称国务卿金陈 没有和总统说到话 不知道此事的原因 但他很感谢有机会为国效力 而且仍然坚信出任公职 是出于崇高的使命感 不会后悔 他表示由于在多项重大国家安全议题上 获得明确进展 蒂勒森原本一心想要留任 相比之下川普宣称这项决定 是经过蒂勒森同意 蒂勒森和我已经谈论此事好一段时间 川普后来告诉记者 我们其实相处得很不错 但我们对一些事情有其见 他说例如伊朗核子协议 我认为糟透了 他却觉得还可以 我希望撕毁这项协议 或有所作为 他的感觉则略有不同 因此我们真的想法不同 以上是粒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听